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至于具体表达什么意思呢,粉丝却说不出来 不过男明星佩戴戒指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了 从前戒指有特殊含义,可能和感情状态相关 但现在戒指只能够代表一种资源的象征 有时候可能是商业资源 所以很难以王一博戴戒指就判断他是否是单身 不过有网友发现王一博的戒指反光 暴露出了一个扭哈的身影,再次引起了粉丝讨论 本来以为这张照片是王一博自己拍的 但是戒指反光当中有个人影双手拿着手机在拍摄 头发长度到达肩膀的位置,被猜测是女生 王一博身边不乏有工作人员,粉丝已经开始羡慕了 能够在偶像的身边工作,对于粉丝来说这是何等的荣幸啊 不过也有人猜测,或许这不是工作人员,而是陌生女死 甚至有网友指名道姓猜测是什么 王一博从未公开过恋情 但是对于他身边的异性,民间总有流言蜚语 最近和元美和的巧合太多了,引起了一度的议论 网友们发现王一博喜欢用黄油做菜,而元美和也是一样的 两个人的共同爱好被认为是某种暗示 王一博有一次穿衣服,胸鞋的logo有M图案 被质疑就是说美和嘛 其实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的铜框图片 也没有其他的实锤证据 只有一些扑术迷离的猜测 不少的网友已经当真了 所以当王一博的戒指反光有人影的时候 网友就纷纷指向了美和 而更神奇的是,王一博发文 他的动态之后不久又秒删了 这一波操作有点迷,更加加深了,王老的猜测 不过粉丝解释说,这是平台卡动态了 并非他王一博本人操作 王一博同时在绿洲也发了 那边的动态还在呢,并非是心虚的表现 看来是真的误会了 男明星就是这样,对外宣布是单身 但没有人相信,只要是和异性有一点巧合 就会认为恋爱了 王一博这几年呢,一会儿肖战一会儿女明星了 但是都没有一个实锤,也是苦了造谣者 王一博这两年发展迅猛 主持事业红火,演绎事业之争日上 资源太好了,他也被不少团队当中是竞争对手 隔段时间就多算一个异性 希望不会对他造成困扰吧 出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